韩国媳妇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,人们纷纷选择远嫁,已经成为了一种潮流的体现。 汤维嫁给韩国到脸,结婚生子,生活无比幸福,如今再次出现在机场里,形象大跌,让人们无法接受。 作为韩国媳妇的这么多年,汤维到底经历了什么,居然把自己胖成就般模样。 一条蓝色牛仔裤子,宽松了款式,为了遮掩自己的眉腿,同时搭配一件简约的毛衣,真心比婚前胖太多,喜欢穿裤子的妆美,开始转变了自己的风格。 一条蓝色宽松阔腿裤,让自己看起来有些粗壮,搭配一双白色运动鞋,动感十足,简约的白色体恤衫,穿出接地气的感觉。 搭配黑色牛仔裤,哈文裤的感情,已经成为汤维的最爱款式,梳着丸子头,穿着牛仔衣,汤维出门讲求舒适度。 一条紧身打底裤,暴露了自己的缺点,这腿真是没水,白色运动上衣,穿出纯净感觉。 搭配的黑色打底裤,婚前婚后,汤维改变了太多,让人们难以置信。 很多网友都劝汤维不要再穿护子了,真心不适合他,一条白色连衣裙,才是汤维的正确打开方式。 白裙飘飘,超级洋气,黑色镂空的剪裁,让汤维的连衣裙。 白裙飘飘,超级洋气,黑色镂空的剪裁,连衣裙。 白裙飘,超级洋气,黑色镂空的剪裁,连衣裙。